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身上也有 然而 与后面人生遭遇的痛相比 这只是不痛不痒 甚至说都算不上迟来之痛的浴室 这些只是他洒脱自由性子带来的必经之痛 只当作日常生活片段而已 而这也恰是他未无限狂妄不羁的风格 不拘小节 不拘逆于世俗 做什么事都有一种打破俗世规则的形式之风 一切从乱葬岗起到乱葬岗发生 再到不夜天心死生灭 这一场冲破天气的痛 未得到上天的垂帘 未得到世人的理解 未得到身边人的信任 过往那些和师姐待在一起的日子 和江城逗乐的时光 和师兄弟们修习剑法的岁月 总会不由自主地乐起来笑起来 有时眼都眼不住 江城父母惨死 师兄弟被迫害而死 师姐为自己挡箭而死 温宁温情抱着不牵连自己选择挫骨扬灰 温氏旁系凄惨而死 都和自己有或多或少 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即便是这样 依然能感觉到喘不过气来的痛意 一遍比一遍强烈 凶猛无比 像是要把他置于死地似的 电视剧看完后 我又忙不迭地看了他的原著小说实体书《魔道祖师》 是无删减版 相信很多令牌看过陈情令 但是没有看过原著小说《魔道祖师》 在这里 我想建议大家都看一下原著小说《魔道祖师》 毕竟电视剧是根据原著改编的 原著里面的内容很多都被删改了 比方说 望现一曲远 曲中人不散 原以为殊途同归 却不想同道殊途等等 假如你也喜欢陈情令 不妨收藏一套魔道祖师吧 点击下面商品卡里的去看看 即可获取魔道祖师 天官赐福和扎反 这套默香三部曲 值得珍惜